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出国旅游二选一 旅行应该要事先的缜密规划 还是到当地随心所欲即可呢 说到出国旅游呢 因为那国境解封 现在今年呢,可以说是旅游的大年 那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旅游偏好 而这样的期待呢 就会影响你到底要事先准备 还是说你要怀抱怎样的心态出国 那今天就来聊一下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哎,休假,我就是要摊卵在那个沙滩上面的躺椅 喝调酒,按摩 最好是整天我都不要动 这样就是才是真的放松 真的放假 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这才是所谓的休假 所以他们就是真的不会做任何的事先规划 就机票买了就走 然后见机行事 但又有另一派人呢 就会认为说 我出国旅游 我就是要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塞好塞满 吃好的,做好的,逛到爽 然后我都已经花钱了 所以我一定要掌握每一分每一秒 不要浪费时间在国外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迷路啊 什么行程delay之类的 他就一定要善用他的假期的时间 那你是哪一种呢 今天就来聊聊关于说出国二选一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下 事先规划新的人的优缺点 如果你是所谓的那种 我一出国 我绝对旅行的时间 然后先订票 先查好那个时刻表 我要先订火车 我要先订什么交通工具 然后我转程要怎么转程 那我餐厅要先定位啊 那有些什么展览啊 那一定要事先先去规划 看哪一天人比较多 因为现在有很多app都可以看到说 那一天入园的人 比较多还是少 然后还要先去研究一下说 天气如何 如果你是在户外的话 那狂风暴雨也不适合去 这些人就是会想到这么的细节 那他也很讨厌说 比方说我到了那边去 然后我如果都没有做任何功课 我就路边随便找一间店来吃 啊我就踩雷 啊我都大老远来这边了 然后还踩雷就很不开心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在寒风中 或爆热最近那种高温三十几度的街边 你还找不到你要去哪一间店家 然后迷路真的会就是恼火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旅行 一定是事先要想好说 我要搭到哪边 然后转成什么 吃什么 然后去哪里 都要先至少做一点功课 避免就是铺空 因为真的有时候你去 你没有先查好他们怎么休息 休假日 那要不就是铺空 要不就是人挤人 超多人 你排那种热门时段 或是休假日去那种超级大行店 那你原本要排三十分钟一个小时 平日的话 假日就是double倍 那你就是这种没有做功课的话 你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在排队上 更不用讲 有些国家会有些特殊的假期 或庆典 像我之前去韩国批货 他们有些他们自己国家的 什么国庆或什么之类的 会放假 那如果那天去 很多店家不会开 那等于你去也是白去 那像这种事情呢 就是你事先的准备 做得多急 他们就是会期待说 如果我今天要去旅游了 那我就是要掌握好每一个片刻 就是最好的利用 不要虚度 不要浪费 那如果你的旅办 刚好如果你们是一群人去 你的旅办是这种事先规划型 那你就是赚到 如果你本身是那种随行牌 你不会要求太多的行程 你也不会要求一定要吃什么 或什么之类的 你当然会有几个要求 那提给他 那他就帮你安排进去行程里面 那你就是真的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那就是你只要不要有意见 不要说你就是选的那个东西去 然后你还在那边闲很难吃 或者是你事先 你根本就没有讲说你要去哪里 那到那边去才意见一堆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引发别人不爽 但除此之外 基本上你有这样的旅办 就是拎包就可以出发了 护照拿了就准备登机 什么事情都不用你准备 他都帮你订好票 他都帮你查好资料 他会提醒你要记得带什么 转接头什么之类的 就是十分的方便 这是事先规划型的优点 但也一定有缺点 那我们现在聊缺点 缺点就是呢 这类人呢 跟他们旅游 大部分可能就会有点像行军 因为他细节到可能是几点起床 他要吃那个早餐 他要吃那个午餐 甚至还会严格规定说 我就是要吃饭店的buffet 那他几点就是关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几点起床 去吃那个buffet 那我们一定要接上那一个车 他连那个时刻表都会先算好 说我要搭那个九点半的火车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几点出发 才不会迟到 那沿途中呢 我还要去买那个什么咖啡 买那个什么面包 所以我们要先算好时间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你就跟他在一起出游的话 你就是要照着他的schedule走 就是按表超渴 所以有可能连就是 你吃饭逛街 他都告诉你说 我们这边就是只有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可以逛哦 就是会让你觉得永远都在赶路 就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赶这样子 那有时候就是计划 干不上变化 他就会觉得 天哪 我竟然没有吃到那个面包 天哪 我竟然没有喝到那个咖啡 他就很饿碗 而这个小小的饿碗 跟这个tuce 在他内心就会重大 那个负面的种子 他整天就会不开心 因为他就想说 我就是没有达到九点半的那个车子 那下一个 我们要转程 那个时间又错过了 那我们就会delay 他一转就会爆 他如果情绪 或他的个性是比较暴躁的话 或是那种很钻牛脚尖的话 他可能就会心情很不好 那就影响其他人 或者是更严重一点 像订错车票 比方说他pass一些工作 给其他人去做 然后那个人 就是订错天的车票 或什么游乐园订错日 或是遇到临时 像我去法国或什么这些的 然后英国 有时候就会罢工 那罢工你那条列车 它不开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想办法 但如果他是那种 我事先一定要做好任何的 万全准备的人 一罢工 你根本就没辙 你得要重新来过 整天的行程 可能就全部不见了 你得要重新再去 安排当天的行程 或是对调 但一对调 这种有事先规划的人 他可能都已经提前买好车票 提前买好你要看什么展览 但你就不可以对调 你就得要在那个时间点 出现在那边 那这样的状况 也会让他的旅伴 倍感焦虑 如果旅伴是那种 比较慢步调的人 他整趟旅程 可能都会感到 我压力好大 我精神快耗落了 因为就是那 我要一直跟你 赶着要去搭车 赶着去吃什么 一直被你就是压迫 自己去下一个景点 他无法好好的享受 当下玩的尽性 而这是第一个 事先规划型的缺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说 随心所欲型的优缺点 如果你是那种旅行 比较都可以 我们就是去那边 倒走再看吃什么 到时候再看要去哪边玩 这类的旅人 他们不会花大把时间 做任何的事先规划跟准备 绝对不会先买什么车票 门票 他觉得说我先买了 那我那天不是被控制住吗 他不喜欢那种被局限 他的行程的感觉 就是他觉得我自由受限了 我先买了 我那天就得要去啊 但我不希望我到头去那边 我那天 如果天气不好 或是我那天 如果就是突然 天气很差 我就不想去的话 那这样我就没办法变动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就当天见机行事 等到我那天去了之后 我再花钱去买票 不就好了吗 或是如果不小心 我遇到什么罢工 或是我那天想要睡晚一点 我就是前一天喝酒喝太晚 我就不想那么早起 那至少我就是没有先买票 我就是可以睡到自然行 那或是我改到别天去 他们那种心态就觉得说 这样我就多了一点余韵 可以做一些变化 随机应变 那这样的人的确 他们都遇到一些罢工 或是交通有事故 什么这些的 影响到他行程delay 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他说好没问题 那我们就随便吃 现在在哪边 那我们就随便找个路边摊吃 现在在这边 那我们就看这边 他不会说 我就是一定要去看到那个 我书上面看到 或是某一个网友介绍的餐厅 或者某个景点 他没有那种坚持 他内心也比较觉得说 就放松 我们就是来玩的 所以就是看到什么吃什么 有什么东西的话 那就好玩 就进去逛逛这样子 适应力比较强 那相对而言 他们情绪也比较平稳 比较随遇而安 那也因为如此 有可能他就会发现一些 一般观光客 比较不会发现的 新餐厅也好 新的景点也好 可能就会 自己钻去那种小巷子 或是跟当地的人 随便问路 然后就去了他们那种 很隐秘的景点 那旅程中 他们也会比较开阔一点 所以开阔是 内心比较开阔 他们会感觉跟 一般的路人搭讪啊 那也比较容易交到 那种同样在旅行的朋友 或是有艳遇 也是比较有可能 因为如果你是 那行军般的行程 你每个行程 卡很紧 你不会为了某一个人 去换掉你整天的行程 你不会想要放弃 但这类随心所欲的人 他可能就想说 没关系啊 那我就跟你走 那你要去哪边 我就跟你去吃 我就跟你的行程走 这样子 他比较愿意 拥抱新的刺激 然后也比较乐于 跟别人互动 那这样的状态呢 你拉长远来看 你未来再去审视 这一段旅程的时候 你就觉得说 很有趣耶 你看我在那边 就遇到那个人啊 我在路边随便吃那个冰淇淋 超级好吃的这样子 你就会觉得很多的惊喜 那当然 也有不好的地方 这种随心所欲行的人呢 他就真的很可能会 花很多时间 浪费在迷路上 必须说有些人 他觉得迷路也很浪漫啊 在一个城市 迷失的方向 你在这里面就随便走 随便逛 也是蛮浪漫的 但这种心态 有时候真的就是会吃憋 你刚好遇到休息 刚好你来这边 就想要吃这间店 但他就真的没开 或者是有些特殊节日 你刚好比方说樱花季 你没有先做功课 你刚好去 擦几天 你就可以看到樱花 你就会蛮恶 我想说啊 如果那时候 稍微看一下日期 那我就可以看到樱花 就会有赚到的感觉 所以你就会花很多钱 或花很多时间在找路 那可能买车 或是你的车票没有先订 你的什么展览 没有先订门票 那餐厅没有先 就是booking的话 你可能什么都吃不到 然后要花额外的金钱 才能够买到那个门票 那这样的类型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很像 那何必呢 当初如果稍微做一点功课 就可以省下这些 不必要的麻烦 但你可能就一整天 如果你都没有做功课的话 到那边去 看到什么吃什么 或是有开就去 没开就算了 如果真的很随的话 你就去哪里都没开 就是你都要应付这种大小鸟事 有时候你反而也无法 真的去享受那个旅程 因为你真的到哪边都没开的话 你刚好遇到他们 那种什么特殊节日 你不知道 那整条街都没开 那你回家吃泡面 那我到底来这边干什么 你懂吗 这种状况 就是如果你有旅办的话 那你的旅办 刚好都是比较习惯 事先规划的 他可能内心就会 满满的不满跟怨队 想说这个东西真的很没必要 为什么当初不是先做好功课 或是先买个票 你看我们就大老远来 看怎么翻而塞工或什么之类的 那去那边 刚好他天的门票售完 你都已经坐火车 到那边去 就看不到 那就觉得 天哪 怎么会这样子 那如果随便吃 随便逛路线 那你遇到那个人 是对吃很有坚持的人 他觉得 就是要吃美食啊 我想踩雷 但你就是不断的踩雷 这个状况也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争执 那如果你本身是所谓的随心所欲行 但你刚好跟了其他人 那那个人是很会做功课 很会事先做规划的 但你到那边去的时候 如果刚好对方带你去 就反过来 带你去吃的那个餐厅 你刚好觉得 他都已经严格的要求 你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内 跟他一起去那个地方 然后严格要求一定要吃进去的餐厅 结果踩雷了 但你是不做功课的那个类型的人 你就会告诉 我们就随便吃就好了 就那间店踩雷了 那你就会说 你看吧 我刚刚跟你说随便吃 你看吧 我们就不用这么赶啊 就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就好了 如果你是那种随心所欲行的人呢 真的就是 如果你不打算做功课 但是你就是希望别人做功课 因为有两派 如果你本身是随心所欲行 你找的旅办也是这种路线的话 那两个一派集合 就随便看随便吃 但如果你是那种 我不想做功课 但我希望有人帮我做功课 你找的那个人是 他会做功课的话 那就建议真的不要 在当下还摆脸色 或是去指责对方 那就太不上道了 那接下来下一点呢 就是来聊说 这两种到底 有没有什么样的平衡 说实在就是过于不及都不好啦 如果可以事先做一点准备跟规划 就刚刚讲的基本的休假日啊 然后查一些什么车班次啊 或是门票可以先买的话 可能就可以避免掉 比方有些那种火车 一个小时一半 那你就是没有先查 你就等一下在那边默默的撒撒的等 那这也是没有必要 有点浪费时间 那如果你今天如果是那种重度 就是我一定要事先去做准备的人 你其实内心也要稍微有点调适 说如果今天表情遇到了 就是行程delay了 或是这边突然这间店 今天就是临时有事不开 那其实也没关系 就建议说如果你是那种 强烈要行军班行程的人 就是要放慢你的脚步 再来就是你在规划的时候 请要有一个早上 或是一整个下午 当作行程的缓冲 避免你在旅行的过程之中太赶 或是那个车程拖延到 那你就有一点空间跟时间 可以去做一点调整 你就不会觉得很焦虑跟手忙脚乱 那事先做仔细规划的人呢 就可能会导致你就变得 就我要造表操科 就变得是行军班的行程 我必须说这样的旅行风格 真的比较适合那种 第一次出国或是小资族 你大概久久才能够出一次国 你财力不是很雄厚 所以出国对你来说是很宝贵的 你要很就是那精打细算 车票啊或是你的住宿啊 然后什么门票 你都可以先去省一点小荷包 那当然就可以提前做准备 那就可以省比较多的钱 那就是得要做功课 那相对缜密的计划 的确就可以确保你在旅程中 可以省时间跟省一点钱 但随心所欲型的旅行呢 就是比较建议 你就是可能 就是手头要有点愚愚的人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旅行经验 你知道说 遇到这个状况没关系 我可以怎么解决 你知道怎么去应付 或是你的外语能力 或是基本沟通是比较OK一点的 这样才能够真的随心所欲 否则你如果连对话 你连处理问题都没办法做到 那真的建议就是要 事先先做好一些规划 不要连找路都找不到 那你如果自己都知道我是路持 那你还不做功课 你到那边去就拿着Google Map 然后甚至连WiFi 什么网卡都没先买 那真的就是很可怕 就建议说 如果你真的想随心所欲 那至少你就是一定要有 一定的财力 或是你的那个 去的时间点比较长一点 比较你旅行的时间拉长一点 那迷路就迷路没关系 就有个好好享受 那个慢步调的旅行 不用焦虑旅费 也不用担心说 我花这个时间 我下个行程可能去不了 那这样子你反而是 就是时间拉长 你就可以比较放松 比较relax 去观光 那不管你是选择 怎么样的旅行的节奏 我觉得还是有选择 国家跟那个整体步调 会影响你怎么安排行程 就像刚刚讲的 你去海岛国家 你可能真的不太需要 拍行程 但如果你去一些都市的国家 有很多那种什么 美术馆啊 展览啊 或是你要去吃很多美食 尤其是那种什么 首尔啊 东京啊 或是美国那种 米其林餐厅 那个就一定要提前定位 你不用怀抱那种 我就走去那边 然后问他有没有位置 又再进去吃 那是不可能的待机 好了 那就今天关于说 到底出国你是属于那种 事先缜密规划的 还是到当地随心所欲行的呢 那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介绍一间餐厅 叫做料韩南二号店 然后这间是民药店 店家位于台北东区 有两间分店 那他完美的遗址 韩式烤肉精神 就是烧肉要配烧皮 那菜单上面没有牛肉 只有猪肉 有猪花梅花跟松磅 那他提供来自于福山 正宗的韩式熟成烤五花 他有分不同的价位 但他有一款 就是你端上来 那个猪肉 你想说 哎今天是拜拜吗 那个也太大块了吧 应该是整块没有切 只有端上来烤 视觉非常的震撼 但好处是 服务生会到桌边帮你服务 所以你不用担心 哎我是个不会烤肉 我很讨厌烤肉 他会帮你烤 他会帮你切 那他的肉量呢 也绝对是吃得饱的 那像韩式餐厅的小菜跟酱料 都可以免费去 所以不用担心 整体的用餐环境跟体验 就是感觉让你一秒回到韩国 那吃下来的感受就是 哎 吃的是蛮饱的 然后你也可以真的去享受到 那个怎么菜包肉啊 泡菜夹猪肉啊 那可以喝个酒啊 这样子 那就在此推荐给你 这件叫做 料韩南二号店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 我放在IG 其实你应该 那如果关于今天的主题 旅行件事情 你有什么想法 或是你想提出各种的疑难杂症 都欢迎到那边跟我聊聊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 在资讯栏外有信箱 我请你叫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好啦 就今天的节目 下次见哦 你好吗 你的 他是一个 不是 你宜 你说 我好吗 你 fetch这个 我好吗 你 李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